本节目由当代互联厦门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当代互联厦门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特约播出的亚太商情 我是晴贤 带您来关注到今天的焦点 随着内地移动支付的普遍使用的微信支付也即将会进驻到香港地铁 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内地电子钱包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即广州 深圳等城市可以使用微信钱包扫描二维码购票乘车后 香港即将成为又一个能够使用移动支付购票乘车的城市 23日 微信支付与港铁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旨在推动流动支付在港铁公司与香港客运业务中的应用 港铁发言人表示 留意到近期电子支付日趋普遍 市场上有多款不同的电子支付方式 经过研究后 计划于一至两个车站提升部分售票机 让乘客使用微信支付购买单程车票 为乘客提供更多的选择 而对于腾讯来说 微信支付仅仅是它诸多业务中的一环 在今年 腾讯的股价累计增长1.2倍 主要原因是各大券商对腾讯多方业务的进一步看好 调升其收入预测 提高了估值 除了腾讯核心创收的游戏业务 主要包括电子支付 云端服务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腾讯第三类业务 在今年收入增长了143% 成为增幅最大的业务 随着微信支付决定在港升级一系列支付功能 除了出租车 快递 商场 微信钱包已经渗入到在港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用微信钱包购买港铁车票也将于12月中旬实行 亚太第一位是罗宇嘉 吕仁青 香港报道 好 今天节目呢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头二阳基金经理温刚成 我们来说这个内地的电子钱包来支付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式 其实很多这个内地人士都在使用 非常的广泛 而且非常的方便 那么好了 现在这种内地的这种 之前非常广泛使用的应用方式来到香港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香港的居民非常习惯用的就是巴达通 其实出去购物也好 做这个港铁也好 其实刷一刷就可以了 但之前我们在提到说如果像这种电子支付来到 出租车上来应用的话呢 其实很多的香港市民以及司机 并不是非常的接受的 但您认为说如果现在想要更加普遍的 用这种支付方式来到香港的话 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可以改变一下港人的生活习惯 有这个机会的 尤其是游客比较多的那些地方 比如说好像尖沙嘴啊 铜锣湾那些购物区 我觉得是应该比较容易接受的 其实在香港现在很多的那些快餐店 好像比如说吃汉堡包也可以用那个维生机铺 也可以刷一刷那个手机 也可以给钱可以付款 所以我想因为香港过去本身也有接受过其他比较小众的一些的那些使用卡 比如说好像日本的那个JCB 它那个卡其实现在在外海外已经非常非常的小 但那个时候日本人比较多去外面工作的时候了 比如说80年代日本经济最强的时候了 其实香港也有银行去发他们那些卡 所以我想在大陆 尤其是现在大陆那些那个经济体 其实已经取代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最大的那个经济体了 那等于好像之前日本发那个JCB一样 所以我们相信未来方面呢 其实那个微信支付也好 其实那种支付系统其实挺方便的 因为内地的那些用户好多都习惯 因为在内地了好多时候 因为钞票的最大面额是100块钱嘛 所以变成买大量的东西了 比如说嘛1万块钱的东西 难道一大打的那些机票 那个钱包那个钞票出来吗 所以那种刷卡那种刷那个手机 我觉得未来方面在香港能够普遍的 但那种普遍呢可能限于内地游客为主 因为我们香港那个巴达通 其实也是很方便 也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刷巴达通 因为我们的巴达通是连着那个信用卡 连着信用卡 我们的信用卡是有积分去换礼品的 也可以换钱的 因为我们在香港了 每花100块钱 从我们的信用卡里头 每花100块钱 各个银行有这种政策 换到1块钱的 所以那个很厉害的 是 所以就是在内地 用这种电子支付已经普遍到 如果早晨的时候要去上班路上 在街边有一个说什么卖油条的 或者是卖煎饼的 哪怕是1块钱的 都可以用这个扫一扫就可以来支付了 所以可以说是真的是已经进入到千家万户当中去了 那现在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现金贷的问题 因为对于这个现金贷的这个监管的平台 好像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新规来出台 但是我们来现在看到这个阿里巴巴方面 尤其是在支付宝 那么他又提出说就是在这个30号开始 那么接下来他这个年化利率呢 在现金贷的这个平台的话呢 是不能超过这个24%的 包括像这个蚂蚁金服 他也表示说在接下来的话会 终止和一些现金贷平台的这个合作 那您觉得跟这个阿里巴巴来说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影响最初可能有一点点 但那种一点点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因为本身如果我在看平安的那个录金所 那个很多人都知道在香港也好 在内地也好挺有名的那个贷款 或者一个众筹的那个平台 其实他们已经开始挣钱了 也是如果是那个利率其实24% 24%也是不少 说实在的香港一般的信用卡 其实都是差不多那个利率 但你有信用卡的那种消费 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很贵很贵的 其实在外国比如说美国 几厘就是可以了 没有到十厘的好多好多信用卡的那些利息 所以相对来说24%是很厚的利钱 利润是很高 我个人觉得了其实对于那些众筹来说 也可以帮到那些贷款人 也可以帮到那些机构方面挣钱 所以我觉得了商赢的 但是关键是短期之内 因为好多那些机构方面可能给那个排除在外 所以变成对于盈利方面有小小影响 暂时为止对于那些网络上面那些大哥 应该来说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小 就好像之前陆金锁对于那个平安的那个贡献 实时暂时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未来我相信应该会比较多 如果规范发以后了 更可以那个生意大做 那个可能是一个好处潮湿起来的 我们来说这个腾讯方面 因为腾讯其实在这个科技领域也是非常的发达 而且在这个港股市场表现非常的好 我也确实看到这个腾讯的业务可以说是越来越广泛了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 我们发现它现在并不是说 我真的是去亲力亲为管理所有的业务 它好像是说我辅助一些龙头企业 然后增加自己的这个业务 包括自己这个利润啊 营收啊等等 所以就是说现在有个笑话 就是说很多这种科创企业 非常希望有一天可以把自己的公司 可能哪一天被腾讯或者说被阿里巴巴给并购掉了 这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创业的一个梦想了 但是我们来转过来看一看的话 其实包括像腾讯的一些新股 它的表现在最近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 您怎么来看这些 包括像这个月文啊 包括像这个其他的一些股份的 这个这样的一些表现 你怎么看 说实在的 因为新股一般上市了 在香港来说了 我们的看法是估计比较高 因为它的那个上市价 估计上面已经很高了 比如说好像那个中安保险 它那个是有那个腾讯的份的 它的那个上市价是59块7毛那个位置 59块7毛等于多小倍的那个市场率了 等于4倍的市场率 其实曾经涨到那个98 97块钱那个位置 那等于多少倍市场率了 那等于是7倍 8倍的市场率 那我跟它的那个其中一个参与者 那个平安去来做一个比较 平安有多小倍市场率了 平安才3倍 它来到7倍 8倍 那那个股价肯定是很难 很难在高位方面维持的 那个是大家可以想象的 就算是现在来说 它现在跌了 其实它跌到那个60多块钱 还是比交股价要高了10块多 我个人认为了 实时应该对于那些新股来说了 它真正的挑战应该是到达那个 比如说出现股债以后 才是真正的挑战 因为一般来说了 经过股债洗礼的那些公司 那些企业以后才是 真正的能长大的那些公司 可能做得比较好的那些公司 个人来看 其实它的估计 如果在股债以后 跌的比较多的时候 还是可以希腊的 但它的那个估计 我个人认为应该跟那个平安 比如说6060中安在线 应该跟那个同行 同一个行业的 比如说好像平安做一个比较 然后那个阅文方面 阅文其实更好 因为阅文方面 其实它从腾讯里头 全部都是腾讯的 它的那个价格曾经到过110块钱 涨过一倍 那那个是做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好 其实我也有朋友的那个 他也在上面写文章 他也能挣钱 在家里头写一些文章 对能挣一万多块钱 算是挺不错的 但未来方面如果他们做调整 越闻应该的那种状况 因为它在市场上面 没有同类型的那些企业 所以它的那个估计方面 可以做得比较高 但关键是 未来方面还是看盈利 如果它的盈利增长 能够达到好像腾讯这样子 60% 70%这么多了 其实大家肯定愿意去追寻 他们的股价 否则了 还是为在那个大概 现在那个位置 横着走的那个机会会比较多 一星方面 其实腾讯也有所增持 一星怎么看 其实都是 我个人认为 其实未来方面都是好的 但关键是 以后它分裁 或者那些会怎么样的结果 如果是那个市场方面 好像现在这么火的 那肯定容易承受 一个估计比较高的那些股份 但是如果是那个 正式内地 可能调控调得比较厉害 或者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那那个压力可能会慢慢出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转回来 说说这个股票市场 先说这个A股方面 那现在A股呢 马上也是到年底了 那很多这个投资者 也盼望说到了2018年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个反转的行情 那我们来看到 现在一些比较强势的股份 有没有可能会说是强者横强 还是可能说 真的到了一个高处以后 它要开始往下调整了 往下跌了 那么对于一些比较弱势的 这种股份的话呢 有没有可能说是 闲于翻身的机会 你怎么来看明年的这些A股市场 有闲于翻身的机会 但强解越强 我觉得还是会存在的 因为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 贵州茅台的股价不断的往上涨 那个往上涨不是涨了一年 不是涨了两年是 其实在09年以后 其实那一波大涨的那个大浪里头 贵州茅台都是 其实经历过一次的那些小小调整 小小调整以后了 马上就已经要再涨了 其实那些都是因为它是好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酒 因为它的那个产量方面 根本就没有这么多 所以变成现在了股价也在吵 酒价也在吵 两边都吵得挺厉害的 因为它的产量方面根本应付不了 内地的需求 所以那个是关键 然后另外那些比如说 好像那些白买股 就是那个隔离 或者那些做电器的那些 好多其实过去都是做得挺好 因为它们的发展 随关牵涉到那个AI的 人工智能或者机械员的那一部分 那那个大家就憧憬 就是未来越来越多那些 比如说汽车电器 或者很多行业都会用到 那些的那个机械员的那些设备的 所以未来对于它们的估价方面 我们觉得还是往上涨的机会 还是一样的 但是关键是咸语翻生那一半 咸语翻生其实有些 比如说过去供给车改革 其实很成功 真是带动了一帮 比如说好像煤炭 或者那些钢铁 其实它们过去曾经 正是做咸语的 现在开始有一个反弹 我个人认为那种反弹 随着那个经济扶苏 它也会继续反弹的 能源方面我个人也因为看多的 因为本身尤其是天然气 其实天然气过去一年的走势 很差很差 在香港尤其是 但未来据我所知到 现在北京好多都开始改用天然气了 所以北京的那个天空 好像听朋友说都是难的 现在都是比较好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 中国也开始讲究 那个环保那个问题 所以那个干净 接近的能源 也是一个很好的板块来的 那说到这个港股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恒生指数 在上周的时候 是突破了三万点 但是这两天我们看到 好像这个市场的反应 比较的冷淡一些 那接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看在这个整体的市场的估值 其实也是有所上升了 那您觉得到了2018年的话 这个港股是说保持一个上升的态势 还说真的是有机会再做一下这个调整 那么包括对于这个选股上面 是不是投资者可能要把这个精力 都放在这个重点 就是说选股选哪些 哪些是值得投的 放在这个上面的 两方面都重要 其实关键是我觉得2018年港股还是继续往上涨的 因为本身现在港股的估值 还是相对来说是便宜的 因为香港港股方面 恒生指数现在的估值还是14倍是盈率 上北级下了 其实A股方面都16 17倍 然后那个美股方面22倍 我们其实差太远了 所以我们变成了有机格 有机会去追落后 我们因为落后太多了 追落后 然后那些我想呢 那个港股通方面呢 其实未来方面 还是充当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因为本身我知道内地好多那些公务基金 以香港为投资目标 投机标底的那些公务基金 其实不断地成立 其实也挺受欢迎的 如果投资北利方面稍微小一点 可能更容易批 但是现在其实好多都是 以香港作为投机标底 因为为什么香港这么重要 或者这么受欢迎呢 因为对于长线基金来说 我们的估计是比较便宜的 变成它的那些收益率 买了股票 然后拿到股息 收益率方面变成水涨全高了 就是可以拿到更高的 然后再加上保险基金方面 他们非常注重那些收益率的 如果同一级股票 比如说它在内地方面买 就是那个建设银行 比如在香港买建设银行 在香港买建设银行 因为便宜了 所以它的收益率也不要高 所以现在未来那种状况 我觉得还是会继续 然后再加上基金方面呢 现在还是追寻那个新市场 所以明年的恒生技术 我比较乐观 还看那个38000点的那个水平 应该我看来 其实比较大胆的 应该都是36000 但是我个人再大胆一点 再看38000 最主要原因就是 我还没看见 有股灾的信号出现 什么是股灾信号呢 一个月里头 股炎基因大涨超过10% 然后如果3万点涨 10%赢3000点 那所以暂时为止 我还没看到那个信号 然后再加上了 其实企业的盈利 还是一级改善的 所以未来方面 我觉得还是可以乐观的 所以稳健还是比较踏实一些的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呢 有这个报道 就报道说这个关于联想控股的 联想控股呢 最近是建议来修改公司的章程 新增内资股 可以转换为外资股 那它这样一转换的话 是否可以代表说 它是在为这个H股的 这个全年流通做准备呢 其实那个概念也是一个好事情 但那个概念能不能吵得起来 我要看看后来的那个事情 因为它弱了太长时间了 它弱是因为大家都看空 那个电脑那些设备方面 那些价格 因为电脑设备 大家都知道 现在买一个手机的价钱 还比买一台这么大的那台 那个desktop 就是那个电脑方面 还要便宜多了 所以它的盈利空间方面 过去大家都一直有疑问 就是能不能挣大钱 但那个改变方面 能不能帮它的那些股东 在那个收益率 或者在那个未来方面 那个派息 或者各方面 有一点点好处 但是那个我还要观望才行 不过说到这个港股市场的话 因为现在呢 大家总体觉得 今年一年的这个港股的IPO市场 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大的 一个吸引人的一个这样的IPO 而且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的 平淡一点点的 那么如果说在接下来的 我们要改了这个制度 同股不同权以后 真的可以实行的话 其实您觉得有没有可以 把这个IPO市场做得更加热闹一些呢 也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同股同权是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新股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新股通能够流通 那更夸张 因为引进内地的基金 内地一起打新打得挺火的 如果能够引进他们来 那个不得了了 所以变成暂时为止了 我想同股不同权 能够吸引到在那个 那个纳西德科技术 或者那个美国上市的那些中概股 然后机会回流到香港那边上市 那个机会我相对来说比较大 但是更关键的就是那个 那个新股通的那个吸引力 如果两方面都配合呢 那那个更厉害了 好像香港那边其实那个港交所 李小家总裁 他其实一直推动那个 那个本身那个新股通 因为之后大家就憧憬 那个沙特阿美到底来哪里上市 如果能够来到香港 然后配合新股通 我想了代价都好 所以未来方面老定的那个 同股不同权 还IPO那个港股通 那个新股通的那个关键 但是在这个美股方面 我们看到现在做空对冲的人 也非常的少 这个比例少了很多 是因为大家觉得美股 还能及时上涨吗 因为美股现在的上涨 跟以前有点点不同 现在的上涨很多人去买那个ETF 就交易所买卖的那些基金 过去好多时候买过股的 所以变成买交易所买卖的基金呢 变成他一买走一堆的那些股票了 就不是买一基股票了 那变成了一跌下来 因为很小就统一所有股票一块跌下来 就机会上涨来说比较小 所以变成了以前那种大跌的那种状况 现在上涨来说比较小了 比较小一些 好 谢谢Harris的分析 好的 那我们也是稍坐休息 待会儿回来